壁圈在這幾年動蕩不安 都要拜這個男人所賜 SEC的主席 Gary Gensler 那為什麼今天會講到他呢? 因為他有可能之後不會再了 歡迎來到庫可先世 今天我們要與大家分享這位 時任SEC的主席 同時也曾經是麻省理工MIT的教授 如何穿越時空打臉過去的自己 還有他是如何黑化的 就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走! 美國國會議員Warren Davidson 他提出了證交會穩定法案 來開除SEC的現任主席 Gary Gensler 也就是說一旦法案通過 Gary Gensler就可能會下來了 話說為什麼會釀成這種事情呢? 應該可以說 Gary Gensler 從一上任開始 畢竟他是有資歷 是在做區塊鏈以及加密資產教學的 幣圈也有很多人覺得 他一定會帶領幣圈科技 走到另外一個新的高度 但是總結起來 他在任期的這段時間 做出對幣圈的傷害遠 大於對幣圈的好處 今天我們就放一個片段 看一下我Warren Davidson 是怎麼嘴爆Gary Gensler的 The biggest crypto failure in history 是可能 FTX $9 billion Were you the chairman of the SEC when FTX collapsed? 是的 And how many times did you meet with FTX prior to their collapse? I think my public record shows two You met it with FTX at least twice And arguably, the second biggest crypto failure in history was Terra Luna. Who was the chairman of the SEC when Terra Luna collapsed, sir? We had brought up... You were, sir, reclaiming my time. You were. Does it concern you that your approach to the digital asset industry is actually driving this industry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trying to drive it to compliance, and if they're not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You say the crypto market is rife with noncompliance. However, existing SEC rules make no sense for blockchain-based companies and following them would actually kill these businesses. Your regulatory style lacks flexibility and nuance, and as a result, you've been an incompetent cop on the beat. 當然也有人特別標註說,如果要解決問題 不是應該要先立法規範像是推特上這種詐騙類型的迷因幣 又或者是對於一些詐騙類型的募資 應該得先去處理這種會讓很多平民百姓受害的案子 而不是像 SEC為了自身利益考量為主 那因為解決問題或是防範才會是 SEC 最主要成立的目的 也是能夠減少更多人受害 在講這整件事之前我們要先來講講 SEC 他都在做什麼事 Security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是 SEC 的全名 也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那麼跟幣圈有什麼關聯呢? 簡單來講這就是負責保護投資人以及證券市場秩序、運作 以及促進資本發展的政府機構 通常都會有兩大監督方式 第一個就是頒布禁令,讓你不能做事 第二個就是罰錢,畢竟罰錢都會痛 絕大部分的交易所為了要在美國能夠持續運營 也很常常直接的就是交了罰款了事 也因為加密市場在近幾年的週期蓬勃發展迅速 那所以到底是由哪個機構來頒布法律和監管市場 都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那至於為什麼要盡力的去把加密貨幣視為是證券呢? 想必他是要把他歸納到 SEC 的管轄之處了 Gary Gensler 是被拜登提名的 SEC 老大 那在還沒有接觸加密資產時 他曾經在金融業的高盛工作 也曾經擔任過美國國內的金融副部長 而在歐巴馬時期也承認CFTC的主席 在過去之中他有許多加密資產相關的經歷 還曾經在MIT 授課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當時是怎麼說的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在美國 以及在很多其他地方 那三個月的市場並不是ICO 或是我們可以稱為安全 甚至在美國、Canada、台湾 三個月之間的三個月之間 這三個月之間的侵略 是相關的貨幣 這三個月之間的貨幣 三個月之間的貨幣 三個月之間的貨幣 是不一樣的貨幣 是不一樣的貨幣 是貨幣的貨幣 貨幣 所以你會聽到貨幣 主席的貨幣 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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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別人更為熟悉 最終他成為了那個想要把幣圈棄之不顧的人 所以說很多沒有在加密市場中的人 會覺得沒有什麼 但Gary Ganser 只要有任何錯誤議題 無法解決 都會直接把所有的錯誤 掛罪到加密貨幣之上 像我們之前有提到過 加密貨幣友善的銀行 SVB倒閉了 但是如果你看過之前整理的影片下 你就會發現 銀行倒閉了 和加密資產 完全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說的 有三個銀行的銀行 貨幣 在那些數個天 在那些四五天 兩的銀行 第一和第三個銀行 SVB and Signature 都在消失 在貨幣 一些人說他們 貨幣 所以這就有趣 這就有多個 貨幣 有些貨幣 貨幣 是一錯誤 現在計劃自己的銀行 是還在跟著 others 估計劃 多不是 有幾種 Market 而不是 你不уж Edu Во估計劃 的資源 從不出khill 都有 SEC 賠償 公共 主力 拜員 公司 管理 證明 公司 偏 planning 魔 銀行 RE 當然我們跟SVB的資訊都沒有問題 做為一個SEC的主席這點都還完全搞不懂 而且把一切事情直接歸咎於加密資產上 當然我覺得這整件事情都會是有一個意圖的 那這個意圖也非常明顯 也就是说在最近他又特别表明了 我们不太需要加密资产 不可否认绝大部分的加密资产的用途其实并不大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项目能够改变我们之后的这个信任机制 那举例来说智能合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把信任的这个部分交由代码透明公开 是现在没有任何技术或权衡关系能够做到的 那我们看一下在最近的采访中 Gary Gensler表明了什么 我们其实也不难猜到最终Gary Gensler想要保有的美元霸权地位 确实这个地位非常有用 毕竟在铸币权对于美国来说极其的重要 同时美元的地位也是在最近几年开始被撼动 开始有像是欧元或者是人民币意图想要加入世界储备货币的行列 但是我觉得Gary Gensler忽略掉了一件事情 打坏加密市场的币种并且让绝大部分的加密企业在美国难以生存 这也会导致流失主导权 那我们要知道的是绝大部分的交易队还是绑USDT的 USDT作为美金稳定币 而且背后有一大部分是美国的国债加上现金储备 所以一大部分也是美金 这时候只要大量的加密企业搬到法规界定清楚的国家 那么这时美国的主导地位可能就会开始动摇 像是最近也开始有许多不同的加密企业 那最后我想要讲的是因为SEC在最近几年的一波骚操作 让绝大部分的美国人无法参加像是交易所的IEO或者是空投 然后说美国的交易所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版本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许多DeFi项目也就直接封锁美国的IP地址 那作为绝大部分交易量的美国来说这几年真的是鸡飞狗跳 那我也认同美国加密法规一定要有一个明确而且更好遵从的法规 让这个产业体系更为的健康 而反倒不像是SEC如同强盗般勒索保护费的这种做法 你可以去看一下过去的这些日子中 有被告的一定都是市值名列前茅的大项目 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有钱可以罚款增加收益嘛 那除此之外就大部分的交易所也不敢得罪SEC 都会在选择缴纳罚金去妥协 那所以说在Gary Gensler上任的这段期间 所作所为确实对币圈发展没有一个任何实质的帮助 这就像一个背后有着美国政府的小朋友 胡家虎我也到处去找人勒索 影片的最后我只想问问大家 你觉得Gary Gensler该下台吗?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并与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对啦!如果要知道第一手消息的话 也别忘了追踪库克实验室的推特 还有最近每一周都会在Discord上面有办一些语音互动活动 随机都会有抽奖 主题也很多样丰富 有时候会有房地产或者是一些投资的资讯 当然还有一些新手教学可以去那边玩玩 那进入Discord后 记得要在新人审查大厅那边去提交资料 给我们人工审核才能看到群组的全貌 最后讲一个小笑话 Gary Gensler的名字缩写是... GG 那这次他GG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呢! 在这里